大火熊熊燃燒 火蛇黑煙直衝天際 现场不断传出 噼啪噼啪声响 5号凌晨5点多 金融新乐路一间铁皮屋 二楼神坛突然起火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它里面新年 它里面很多新年 我那155两车 我拿着一包包 可以把这盘子放在碰水打下去 这边有4.5号来月 台湾差不多7点 7.5号来月 平常都没打 对 港区人没打 那这间有实施吗 有实施吗 我刚刚在担当台的楼上 消满人员获报火速抵达现场 发现二楼铁皮屋 已经陷入火海 这是现场有火焰 我們這是隨時啟動三個分隊的救災車輛跟能力 到達現場之後我們發覺是一個 一樓是專造的 二樓是鐵皮屋 二樓的鐵皮屋是全面燃燒 火焰支撰出 我們就使用戰術 包含長無距離的布線 用所推車的方式節省能力 總共佈將近20條的水線 兩線 兩線我們到達現場又分三線 我們是用泡沫的方式 來逐步的局限火勢 進入之後也巡物周遭的鄰居 裡面沒有人傷困 第一時間我們進入現場 一樓搜索二樓搜索也沒有發現傷困 剛好屋主到達現場 我們也同步的詢問 雖然有財務的損失 讓人員都安在 好在當時 屋內沒有人 鄰居也即時報警 沒有讓火勢持續延燒 迫及到其他民宅 至於真正起火原因 人有在警消進一步調查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 即使得到